大家好,歡迎收看《即市公略》 我是Vicco 荷英文 這一節Stanley 做嘉賓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打來204-6566 或者將問題電郵到ASKBSTchannel.com WhatsApp到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做Live和留言 我們亦都要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恒新指數最新位22211點 跌478點 國企指數跌220點 報7559點 大絲成家很多 半天已經有12004億 成九兩真是厲害 但是北水會不會沽太狠 北水現在正沽出多少 我都要先看看 北水 又這樣說 市值升這麼多上來 是不是 變成了 又有些 今天會不會過2000億呢 如果看今早的成交量 過2000億的機會都高 是 但是看看是怎樣 看看北水 我都要看一看 我都要看一看 Staniel在找 自見頂 散水 說得甚麼 Kelvin是你的烏鴉喉 不是 Kelvin這些都是這樣的 我對Kelvin的 跌你呀 唱衰呀 是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極差 這樣說 我見Kelvin和Tony都說 調整幅度好像很急 沒有甚麼壞事之下 跌500點似乎很多 我就兩看 其實如果你計算 剛剛進來之前 都大概 都看看一個股份 叫拖子下去 某程度上是真的那些科技股 你說騰訊加亞利 兩隻格格密碼 應該跌大概 我估計二百多點 還有格格密碼 好像格格密碼 好像格格京東那些 還有這個月明 格格密碼又跌100點 所以你也可以說 今天跌500點 都真的是很多 之前性格比較急 那些科技股 那些股份來的 個股來算 都是多的 即是說真的 個股來講 有些好像 有些叫內需股那些 都跌差不多一成 但是真的 真的可以說 市之前升那麼多 你其實 現在叫我 因為我開單而已 你想想上個禮拜 我用上個禮拜的例子而已 兩個假日的時間 你試了升那星期 差不多一百三 你那些股份升到 咦 是不是這樣計算的時間 你又有些筆水回來 這樣計算沽貨 還有現在我這樣看 你當兩邊 加上應該淨沽出 現在接近是三十七億左右 那數字真的不是小的 是多的 但是真的沒有了 因為市場是真的升太多了 你其實現在騰訊 講講講講的時間 你跌百分之六了 是啊 真的跌得很厲害 哇 388元 神經病 但是真的沒有了 你想想 其實 又回到最初的問題 大家上個星期的時間 大家覺得好像非買不好 覺得它好像很好 你看到海賓很好 但是現實歸於現實 美團 騰訊 我一直都說 其實有一個叫做 大股東減詞的陰霾 這件事是不可以抹殺的 這件事是存在的 但是只不過大家 真的覺得 好像 好像 世界很漂亮 遊戲好像很好 好像有很多真數 我上個星期都說的 騰訊本身有沒有什麼利好東西 那你就 如果這次會說出利好東西 那些交易又鬆開 那些把握又批開 但是 它的價格是反映了這些因素沒有 說真的 真的很良題 所以就變成上個星期 我都很強調 大家不要追 大家不要追 突然轉 你說你這些 你跌下去 其實沒有 突然轉 你又不怕 到時買一些 但是 這一下你可以當一些股份 回歸那個 基本面 其實這一下回調 反而我覺得是好事 就是讓大家好像 好像 好像 冷水一樣 但是 真的不要忘記 其實市 都真的不會只升不跌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 大家要一路記住的東西 升的時間沒錯 是很開心 但是跌的時候 又不用 又不用 我真的很擔心 但是會不會說 落到哪個位才要害怕呢 現在都是一個健康的回調的時候 現在不是 怎樣為止斷定他不健康呢 我看到Campon就突然間 在這裏很悲觀的了 真的 你現在獨腳氣地悲觀 突然間好像 世界末日一樣 世界末日一樣 眼睹了 Campon看到700跌那麼多 我又覺得真的 跌很多 說真的 我講的圖給大家看 公道一點說 它真的升很多上來 這隻騰訊 你如果一月份的話 其實會310多元而已 你想一下 其實這一層這樣升上來 是真的這樣升上來 發股的 當然這一層 你和之前12月份一樣 過程費差不多 但是你這一層升上來 真的不少東西 就算你今天回到也好 你這個月 其實也升很多 就是騰訊 這樣 所以又變了不應該 Toni也不怕 我其實也沒什麼 我只不過 今天來講 我也是看回自己的股份 其實那些的成交量 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有些股份急升上去 在之前的時間 但是 那些成交量 你沒有很顯著地增加 可能突然變成大手菇 其實沒什麼 反而騰訊留意的就是說 今天掉下來這一刻 是大成交的 是 是真的 如果你看到成交量是大的 跌下去 其實這一刻 是有些叫做警察的 但是騰訊你看到現在這一刻沒有 跌下去 剛剛好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剛剛好跌到一條十天線附近 就看看他這位 頂得住 頂得住 就是這樣 你看到現在這一刻 下去這位置 他頂得住 頂得住的時間 又不用太擔心 阿肯 阿肯說沒有你份是什麼意思 什麼沒有你份 叫做 即是他沒有做到任何 你一說這件事 反而完全好像暗字 暗暗歡喜那樣 我感覺到你是暗暗歡喜那樣 但是其實我看到很多分析 都是跟Stanley一樣看法 其實現在都不用怕 好像一個回調的時候 可以買貨給大家一個機會 還有有些統計又說 A股其實頭一個星期 正常都有2%的勝負 這一下就 因為這個星期剛剛好 今天現在是30號 明天是31號 明天應該會出PMI 看看數據如何 還有看看有沒有一些政策出來 我反而覺得看這些東西重要一點 其實你上總指就說真句 上總指現在升下升下 只剩下11點 是啊 其實真的有一點差 陰陰地下去 反而大家如果害怕的話 不是害怕港股 是害怕A股 如果A股那邊是搞不定 就是A股升不起的話 其實港股反而第一次轉 真的都難搞 但這個星期會有政策出來嗎 我猜而已 不是按道理 因為有了PMI 你說有沒有政策出呢 我覺得 怎樣也會有些 就是剛剛放假這一段的時間 就是這幾天的時間 就好像真的靜一點 反而我之前有些預計 會不會在這幾天的時間 速一些有些東西出來 會不會救一下內房 之前又在減房貸 又借錢給他們 是否救不了內房 真的嗎 是否救不了 短期的消息呢 甚麼 都沒有用 通常有少許鬆板的消息 都能幫到他們 先看看 有些東西給我看 做甚麼 那不是舊的 先看看 是關於哪個玩法 現在市場也跌少了一點 我現在跌少了 430多點 可以不看你 反而覺得A股升不起這一刻 反而真的要留意一下 坦白 那就看看吧 過時間 先看看 過時間 跌少一點 跌少一點 Tony問662 怎麼看 怕不怕 我看到合部合部 出了數是挺好的 挺厲害 現在的問題是 現在這一刻 你說要進去買貨 我覺得都不是 那個情況是 大家有沒有膽量去買 其實這些是挺有趣的 你說那些板塊 就好像 這類的庫份 那當然 升到很多上來 現在這一刻 難得好像回到一些 大家又想買 有些東西問吧 Tony 我呢 對他來說 沒有太大意見 但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 他的業績究竟能夠翻新多少 我反而覺得 這一類股份 一個現實問題 就是他們的業績 一定是預料會改善 因為上年太差 甚至可以說 疫情這段時間 對於餐飲股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 這個是真的 但問題是說 到底現在這一刻 他們叫做復償 復償之後 他們的業績 是可以去回 可能是2019年 或者2020年的時間 去回多少呢 我反而不覺得 會有一個很大的 叫做增長 我反而是這樣看的 所以他們的股價 其實現在你說他們的股價 為何還要用20多元 甚至乎 沒有回到一些比較高的位置 我覺得大家對於他們的看法 有些半信半疑 可能覺得他們可以 是否真的可以 是否真的可以 我想大家會有這個想法 所以這個股份 你買的話 你博他業績出來 是真的對版 我就真是一般滿一 因為始終是有股 如果你問我真的 要改一些板塊 是真的跟那個 就是業績 真的有一個很 就是真的一個很肯 要很肯定 是會有一個很厲害的改善的話 我又不覺得是他 就是我不覺得是他很肯定 但之前呢 其實這個板塊 強勢的時候 大家不是炒它 可能店舖的擴張 開分店 Metopox上的這件事 是的 但是接下來不會 會否施他們開更加多的分店 我真的很有保留 很有保留 因為我看到大家的消費力 好像有回來的時候 你這一下就是報復性消費 爆得很厲害 等於你說好像日本的數據 七八多億人 是的 那二十多三萬人港人去過去 都挺厲害的 香港是貢獻不少的 是的 但是你想想我都挺厲害的 這一下叫做報復式的上升 這些是會出現的 但是好像我的朋友好像說 這陣子去福岡更誇張 好像沒有人去 又沒有人去 我不知道 我的朋友是好像 是不是卡機而已 我的朋友是突然間 前幾天 突然跟我們說我去旅行 然後第二天就去了福岡 突然間好像 突然買機器 突然上去 突然車 買得及嗎 我不知道他 他很誇張 他這兩三次去第三次日本 這麼瘋狂 所以說日本這些磅磅式的小朋友 你說好像這餐飲股是否真的可以 我真的是一般般 是的 因為其實外地的旅客都還沒有去中國 少了 現在好像說在日本都要批 批回來 又說在日本是不行的 現在可以再開一些簽證給他們 香港也少去的 香港 少少 但是 你這麼說 這個平常的情況 的時間還差很遠 但是說餐飲業 我是覺得競爭大 是這個問題 你問我得不得我 我真的是一般般 好啊 這個時候我們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關先生在旁邊 關先生你好 關先生你好 我的阿里巴巴是 113.9元買的 是 現在跌了60%多 你本身想要短炒還是怎樣 你本身想要短炒 還是打算可以拿貨 想常拿的 不過現在跌了60%多 是不是有點害怕 現在 大家明白了 我首先跟你說 怕又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前途上 它真的升太多了 現在回到一些 都合理 不過如果你真的 有些擔心怕的話 你買的價格也不算特別高 如果你真的害怕 用回現在這個線位 大概105元左右 做止攝位置 如果你真的害怕 105元你穿了 你真的擔心的話 你考慮一下減一減榜 不過 我前途上 它的股價真的在 一月份的時間 才會有很多上來 現在回到真的正常 所以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 你暫時用105元 做止攝位置 好啊 麻煩關閃的電話 怎麼會有什麼意思 68610 熊仔 惠空 68610 收回價59元 應該快被人收 就算 今天最高的都58個半 我記得 Kelvin你好像很信心 你之前買了這隻 噗紅吧 你很大信心 是啊 會空 既然大家 既然什麼 那你走不走啊 既然有信心的時間 你信你自己 是啊 就是這樣 不緊 這些市房 最重要是信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覺得 可能之前買了那些貨 你有點害怕 有點擔心 那你先沽了 我也是那句 如果不是之前的時間 上星期可能高追的話 你連賽拿著那些貨 現在這一刻只不過是賺少了 賺少了就不用怕 賺少了就只不過是可能 你會覺得有點不開心 但是如果你怕的時間 你會先照顧他 就是這樣 不要緊 不過你都堅持了那麼久 你不怕就拿著它 不怕了 Kelvin 你買得好 我都猜你買得不太多 1024啊 Sam 1024 快手 一向我都一般般 不喜歡 一向我都一般般 所以就變了 還有這一類板塊 現在 即今日的時間 都回得很全面 除了那隻 9888 是因為 他又說到自己有這個 傳 傳推一些類似 這個Charge GPT之外 現在 不過現在它都升少了 是啊 所以既然這樣 不要想著 等一下 市值跌四百多點 它剛才只剩下1%升幅 哪一隻 八度 現在它再上來 是啊 美團 美團也倒跌了 個個都 捱不住 個個都發同一段新聞給我 做什麼事 等一下 為什麼 類似其實說 拜登可能會有機會 不讓US的投資者 買中資的科技股 這個消息 都好像前一天 拜登給美國的投資者 是啊 有機會 好像美國勝負 哦 這樣 好啊 但是這些事情先聽聽聽 在後面一點才算 通尼說想入 麥克馬八 我每個都侯著這隻 同意啊 只不過 其實你問我的話 我就真的覺得 其實要 麥克馬八這一下下一點 OK的 是有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只不過 你說是不是現在這一刻出手 還是等一下 我都覺得是等一下 因為都是 你這段時間時間太夠了 然後你說它現在回 一天你說 一天你說回夠沒有 甚至乎 說真的 其實按道理 105元 不是應該沽 應該要買的 如果你解釋它跌不穿 那條 十天線的話 應該要買的 所以 Tony 我想你暫時先等一會 聽你媽媽說 我也有少許興趣 不過問題是 現在這一刻 寧願先等一會 因為 都是那個問題 其實 說真的 今年 現在只不過是一月份 還有11個月 大家 我希望不是捱 還有11個月 讓大家慢慢去 部署 所以現在真的不需要急 因為昨天一月份 這麼急的話 其實你的市場 真的回到這裏 很合理 你有沒有什麼股份 先抹著 因為今天 看到大家很想買的股份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深的回調下來 是 科技股 複雙股 豪島股 還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例子 可以 第一次 我現在 我反而 現在都是想著看看 是否要再換一些 換馬 因為這些股份 其實是 是差的 表現是不如如期 不如如期 打算換碼 不過是換些什麼 換些什麼 當然阿里是其中一種 我覺得是可以承擔的股份 反而有些股份就打算加 但是你把額外承籤進去 我也不會這樣做 可能是說換碼再加進去 現成有些到 甚至是之前 伸手禮這些 伸手禮也是不會跌的 但伸手禮也是 我經常想敲敲它 我覺得它真的升得很溫和 握著它好像不太害怕 它又不是一些急升的股份 大家不會特別提起它 它的圖是很漂亮的 就是因為它這樣 令我經常都忘記了它 因為它陰一點陰一點升上來 它真的完全陰一點陰一點上去 而且很漂亮的圖很漂亮 這邊要先看著 就是1072號也有上屏幕了 跌得多一點 今天真的多了 因為可能是北水 是因為北水沽 又或者是因為內地的 這一範的股份不是焦點 所以它現在也跌得很厲害 不過算了 這一隻是有很漂亮的 繼續看這隻 先幫著 現在的事都是 我覺得今天這兩天的時間 可能給大家有當冷靜一下 真的不要太過急 因為我覺得這一陣的時間 有時急 因為太過急 反而對自己未必好事 好啊 這個時候我們繼續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吳小姐旁邊 吳小姐你好 吳小姐 你想買東西 每個人都想買東西 不是 我想問6號從1038 可以上網甚麼位置 上網甚麼位置 反而你拿著 我意思是你之前拿著去的 是嗎 早知前高位買下的 我看它現在高了那麼多 我沒有沽了 因為這一陣子 反而這一批股份小望 反而他們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反而一轉 先說一下 如果現在想沽 不如再沽看看 因為為甚麼 今天這一批的觀眾股 表現是OK的 是 是挺不錯的 既然小的有些漂亮的話 就不怕 先拿著一陣子 反正它那個up trend 都沒辦法改變 所以這一刻可以的話 先拿著它 吳小姐是OK的 兩隻都是先拿著 先拿著 我覺得你說 其實拿著這些股份 說真的又是安全的 雖然他們的升幅未必太厲害 但起碼真的要穩陣 所以吳小姐 有貨我們先拿著 是OK的 好啊 麻煩你吳小姐的電話 那個報酬一定要有這些 因為一跌下去 四百多點就嚇死了 Toni 說得對 20天線流下 你說得對 不好意思 什麼20天線流下 就是啞你 20天線流下 現在有105公元的位置 好啊 甚麼電視廣播 有甚麼要說 你說的東西我也不知道甚麼來的 有一批股東出信警告 是呀 都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只有你才知道的 是呀 你有否多些資料 但給我看看 是呀 你這些甚麼移動股 是你敲的 真是 不過今天 如果剛才我看錯了 以為你問是20 日商湯還頂得住 不過比之前來說都升少了 今天這個市場的 有趣在就是 你見資金是衝殺到那些 避險的那些困體信息 是啊 這下都挺特別 不過不知道是北水賣 還是其他東西賣 這下都要留意一下 港股通那裡 那些變化是怎樣 是 有些有些有趣的 很大 Pose 哪裏有得看 你告訴我一些聲音 讓我看看 研究一下 是的 因為小編提到1024 已經回答了 回答了 1024回答了 現在A股 基本上都是 全部都可以升 不過升幅就是 一個 可能是深城紙 和創業版就好一點 超過1% 其他那些紙套 基本上都是 納馬的 不過剛才說這件事 我想留一些好奇的成交量 上中指有3600多億 加上今天8000多 8000多算多了 8000多、9000多 算多了 今天可能過萬 算是很多的了 成交量來講 A股現在是關鍵位在哪 如果你說上中指 上中指其實之前破了位 他之前上了3250之後 勢力會強一點 現在應該好像3400 他們那些位 3400 是呀 去了那些位置 想要去就好 今天就是看高盛那份報告 又說他覺得中指股 繼續可以買 是 過得這麼說的 是 過得這麼說的 是 我待會研究一下 我搜尋一下 Kevin 因為不知道什麼來 所以回答不了你 但是我覺得現在沒有 你的市場 現在 如果A股三勝的話 廣告就希望可以好一點 不過 大成交打下去 圖會差 我這麼說 就是騰訊這些 其實那個圖 你看上去 現在是真的挺差的 真的挺差的 你可以突然之間轉好 你不是未見識 第一天之前 可能很多人不是低位買的 可能新年之前醉了貨 然後回來就這樣 這麼多年之前追貨 現在已經打過禍了 是呀 對不起美國人 假設你是星期四、五 上星期四、五追貨的話 也不是要虧了 就要虧了 但如果你有再之前買下的話 現在只是打過禍而已 那就OK的 是呀 但是感覺好像要找些東西對沖一下 因為之前太興奮了 上星期四、五追貨的話 其實真的有一點多冒險 你說索豬豬呀 有一點 因為市場始終真的 當然市場是強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 你那些位置去追 特別去追一些這麼大隻的股份 而且 真的已經升這麼多上來的股份 其實是不應該這麼做的 認真說真的 你說年初 甚至乎 再之前的時間 市場上升的時候 你買了還可以一點 你今天買 因為不要忘記 你今天還是一月份 你是一月23號 明天還有31號 你真是當你月結也好 市場上升很多 所以變成 如果你這一兩天 突然之間 你說美股 等於說A股一帶有什麼變快的話 你的市場可能會不錯 Tony提了 說23,000是重紅的 這個顏色 是啊 重紅 這個我都沒有留意 重紅正常 Tony 我這樣說 重紅都正常 因為 其實你也不說 你每逢那些 市場上也好 跌也好 每到這些這麼大的關口位 心理關口位 基本上一定是很重瘡的 是 特別是這一轉的時間 因為這一轉 其實你的廣位 好像勢不可擋 就是那個充製的那一刻 其實是很厲害的 所以到這些關鍵位 你說很多草重的欠很多貨 很合理的 就等於你好像 這個叫做一些牛症 我覺得牛症現在這一刻 你重的那些 是有重瘡的話 我猜 我其實是沒有看的 今天還沒有看 我想 都可以說是21,800 22,000的位置 我猜 我猜 如果出了一次 5天就出不及 有人坐低一點的話 還沒有22,000 對 22,000 這些其實很明顯會是 所以變成 22,000 如果今天出5天前 差不多了 5天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這樣算的話 這些位置的關口位 通常會有很多 很多人可能駁它不穿 所以沒有 你想想現在只差200點 我想你以上星期的時間去看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 衝上去都知道有可待 衝上去 但是有時候這就是這樣的 你又要上 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嚴格上 其實你看圖 用上年四份到現在為止 22,500 你見到的 之前兩個頂 是啊 這個位置都很明顯 其實是的 你這些位置 你只可以說如果你有今天 今天的時間 他上了回去 站得穩 那真的叫做挺英俊的 但是如果他站不穩的話 這些走勢 其實有些要轉差了 就是他不必說真的大跌 但問題就是說 你可能這位磨 就是磨一段時間 看看方向是怎麼走的 希望就算回也不要這麼深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有時候 就安全過市強也好 那市強的時間 稍為現在兩天跌 真的不要立刻做事 你已經看定一點 就是說你看到 如果這一下說過市的話 你穿10天的線 你還可以接駁一下 真的是個四轉差 但是這一下不要接駁 好啊 我們問一條電郵朋友的問題 我有朋友想問一隻293 國泰 這麼快好像很弱 為什麼呢 它又不是弱的 其實它只不過都是在range 走 其實如果你用回 如果是這樣 它的價格 下去之前的時間 你當它大概8.5-9港元 這位置 如果下一點 你當個range 如果真的要在range 走 當你一陣子的時間 你當它大概是7.5港元 9港元就這樣走 其實再低一點就7港元 它應該用1-2港元的區間度上落 這個時間 那這個range 都挺大的 很大的 如果地坑樹這樣計算的話 你沒有貨的 它現在可能有機會 下去7.5港元 下面買得過 這隻也可以博一下 你說笑話 這個真的要再等它回多5港元 可以的 我可以的 當然你說現在買可以嗎 可以買的 不過你 就是要博8港元 要給點耐性 要等 論股價來說 它現在這一刻 還不是處於一個比較 很大 很長期的長坡型形態 是 所以現在這一刻 這次又 未處於很差 不過是要等 為什麼它跟其他航空股那麼不同 就是不同的意思 就是因為中資航股那些 旅遊股那些 都比較強勢一點的 感覺 但反而它這次轉又回得這麼多 第二 有三是先走別人一步的 之前是 你想回頭 其實上年2、3月份 那一陣 這陣衝上來都很厲害的 你想想 上年的時間 它差不多由6元這個位置 上到9元 所以你這樣計算 大概差不多4、5成上來 但雙面之下 7、5、3元 應該沒有那麼厲害 嗯 就想起這陣衝上來 這陣衝上去 那陣衝上去 那時大概都是5個半左右 即它走先回先 走先很多 走先很多 是啊 是啊 始終你現在 某程度上 他們那些 很有趣的 國泰 又及不上海外的航空股 是 因為始終你 雙面之下 還有很多限制 但是 問題是 現在又要等小星 所以國泰 這陣衝上是較弱的 利是鬥來 他還沒結婚 是 他還沒結婚 KT 不是上星期好像 有沒有出現過 沒有啊 你是不是忙著拍利是 你可以寄過來的 我們不拍戲 不是慢一點 那些日上三角 OK 凍是對的 凍是在這裏偷偷偷 是不是 凍是在這裏偷偷偷 沒有出來 差你的風 逗你 開心一點 出來健康 好啦 差一點就小片 差一點就小片 只剩下你 幫我畫她 你介紹一些女生來 是OK的 是 Call我們 是 KT有沒有事要問 你說話 是的 有沒有 完的 如果不是 明天你早點 明天十點半見你 是 好嗎 你沒事吧 我們差不多完結了 給你一次機會 給你10秒 好了 沒有了 沒有了 Pay you Pay you 玩是OK的 玩是OK的 好啦 明天準時一點 好啦 明天再見 跟Stanley生活 有沒有遲來以上 提及股份 有 都和大家生活了 好 今週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